我呢,有一个朋友呢,他呢,买一台车啊,就是我身后的啊,尼桑的阳光的哈,质量车呢,之前呢,还是卖的非常好的,整个车的保质率呢,也不闹哈,像这么一个车型呢,真正是非常推荐的啊,一款二主车了,第一它省金,第二呢,省油,这款车呢,百公里油耗呢,估计呢,有在个六个油左右哈,那今天呢,我呢,也带大家来看一看,像这么一台车,它现在帽二手呢,还能值多少钱,或者说大家感觉,它这么一个价格,买起来值还是不值呢,质量车呢,是个一八年时的车,开了解之后三年 现在,一脉就要车主又赔了,多少呢,我们走着,我们一起来看一看,这么一台车吧 各位老铁们看到了吗,眼前这辆呢,就是今天这个朋友呢,他让我帮他找的日产啊,比了新的这么一个阳光了哈,这辆车呢,它现在呢,也已经停产了,但是车主呢,对着说还是非常的爱惜的哈,配置呢,是属于 2018款,1.5CVT,领先版,新车指导价呢,是901000哈,这款车呢,也算是当年配置呢,非常高的这么一款车了,原车主呢,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哈,他呢,我呢,也问过哈,我说你在18年的时候呢,为什么会选择日产阳光这么一款车,结果呢,车主他也说,说他当时呢,就是想着买一个三项车,七达呢,他也去看过哈,感觉七达呢,确实很漂亮,整个车的外观呀,包括整个车的造型呢,很美,但是七达呢,他一个两项的,后来呢,就考虑到啊,不行就买日产的, 阳光吧,反正外观呢,都差不多,而且日产阳光呢,空间方面呢,和其他去比呢,也没有啊,差太多的一个距离,他还是一个三项车,就把这辆车给定了下来,总共呢,车主是在当时交一个全款哈,还给他优惠了11000块钱,裸车呢,正好是8万哈,这辆车,在最终全部落地呢,是在9万块钱左右,这么一个位置上,也算是必要具有性价比的这么一个,日产的小车,而且还是一个自动挡的一个车型,全车呢,刚才外对车车 进行了仔细检查,目前呢,是只有一束喷气,其余呢,都是原车期哈,这点呢,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,公里数呢,三年的一个时间了哈,他呢,总共只跑了不到两万公里,换了下来呢,一年呢,就在个8000公里左右哈,对于我们家庭用车来说呢,一年跑一个啊,七八千公里,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,车长呢,是4米45,车宽是1米7哈,它的一个尺寸,分的一个 10万块钱左右,这么一个合资车当中呢,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车了,那我们接下来呢,再来看一看这车它内饰吧,内饰方面呢,我们看起来呢,第一啊,这辆车是非常的干净的,第二呢,就比较简约,毕竟呢,它也是一个10万块钱之内的一个车哈,但这个座椅的速度呢,真的是非常的好,发动机呢,是一个1.5自吸的,最大马迹呢,是112匹,变动箱呢,则是一个CVT的哈,化档逻辑平衡性呢,都很不错,第二排空间呢,还是有富裕的哈,我们坐进去呢,也没有任何鸡腿一个感觉 那最后呢,就这辆车,它的一个价格了哈,那感觉开了呢,是不到三年一个时间,两年多,它现在猫二手,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呢 那最后呢,就这辆车,它一个价格了哈,这辆车呢,刚才我问了问车主哈,它呢,是6万多把辆车给买下了,因为它的供举数呢,真的跑的并不多啊,个人感觉呢,还是比较的值的,就不大家感觉,如何呢,花一个6万多,买一个日产的阳光又值不值呢,那下期看个什么车,也会在评论